因為我們時間沒有很多 所以我就像這個素材包 素材包是在Photocube上有好像多加的 就是你們現在看到的素材 那個我們剛剛加外方套買 有沒有發現比我少一點點 就是沒有那些資料夾對不對 因為我有多裝這個素材包 就是他等於多一些素材給你 多一些素材給你 那如果你有興趣可以去找 那麼 這個我們就沒時間做 先不管他 那線上影像處理 原則上 您可以稍微看看 我都有把網址稍微交代清楚 可以稍微看一下 比較不一樣就是我們那個Google加 Google加今天 沒有時間提到 他 記得他是可以還原的 雖然他也有類似加外框 然後加文字啊 影像的調整 但是他就是 可以再還原回去 包括你已經做裁切 都可以再還原回去 好 那個沒辦法 沒時間 我們先往下走 我們還有一個 要跟各位介紹 是這個 因為平常自行 我們都 別人做好了嘛 對不對 但是這個 你可以自己寫 你有認識哪幾位書法家 顏珍錫 柳宮泉 柳宮泉 好 那我們來看一看喔 這個 您 桌面上應該有了 解壓桌之後 這個不用安裝 您直接打開就可以 可以 進來之後 進來之後他有兩個書寫的框給你 那 各位想寫什麼字啊 今年有什麼字 我們每年不是都會選一個字來代表嗎 對不對 今年你想要用什麼 不知道 好吧 我們永遠的永好了啦 這個最簡單的 常常都要寫永字八法 對不對 請問如果你寫這樣你敢拿出去嗎 自己留存就好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 你可以看到 這裡 有沒有一些字形 事實上 日本在這一塊就書法人 比較有在研究 你可以看到 你想要用行書的還是草書的 假設你好像草書的 有沒有幫你改造一下 對不對 那 這樣還不夠 因為只是讓你變成跟那個接近嘛 那你還可以自己調 比如說我覺得 筆好像當初寫得太細了 有沒有這個寬度 比較粗一點 然後呢 筆麥 清楚一點 那這裡有一個 知道什麼叫連綿 跟義揚嗎 還有非白 非白應該比較清楚吧 連綿 用國語講 比較難懂 但是用台語 很好解釋 會堅持 老嘴都會堅持 所以我們看看喔 你看 連綿 有沒有會堅持 這樣了解了嗎 所以 然後呢 義揚 義揚遁錯對不對 我寫的不是很清楚 有沒有 他那個筆劃會粗細比較明顯 然後非白 非白很簡單 用台語解釋也很 很容易 叫做筆切 好不好 筆沒有什麼 那個就筆切了嘛 對不對 對不對 所以你再看看你的圓圖 使用 使用前使用後你可以顯示這裡 顯示圓稿 切換 應該是這裡 僅顯示圓線條 本來是這樣 結構 他把你改成這樣 有沒有不一樣 這樣人家也認不出來嘛 對不對 所以其實蠻好玩的啦 他可以幫你改造一下 那這個呢 可以變圖片 所以你可以拿過來這裡 把它另存 還不是輸出啦 輸出 輸出 那你就可以看到 他可以變BMP 有沒有變PNG 對不對 一般來講 我是比較喜歡用PNG 那這個呢 我就可以拿出來用 假設我放在我的這裡 好 那我就可以把它存下來 現在呢 我就可以拿到這邊來用 你看喔 如果你要疊在人家上面的話 你可以從這邊 因為標準的 如果你是打開照片 假設我這樣一丟 他就不見了 就這一張會不見 好那我現在是要疊在人家上面的話 你可以用這個功能 這裡 從這邊 有沒有一個叫做照片物件 好影像物件是 像我們下面這個 你看一下 照片物件呢就是你從別的地方在 載入照片 疊在他上面 就是塗層的概念啦 那我現在就找到我要的地方 好我現在找到他了 OK 是不是進來了 不過你發現一件事情啊 是不是有一個什麼 白色底 那白色底的話怎麼辦 你可以像這樣子 我們在這個圖片上面 他有一個叫圖片的 這個 圖層的屬性 好物件的屬性 其實這裡 應該是有一個 等一下 按右鍵 他有一個叫做 叫做 圖層屬性 設定 有沒有叫混色模式 混合模式 其實這個我們在一般的標準的影像主義人都會有 你可以選擇用叫做應該是相層或相層倒數 有沒有不見了 雖然我們沒有那個去背軟體 但是你透過混色模式 混合模式 你改相層的 他白色會自動去掉 就會留下這個 這樣在合成是不是就比較容易了 所以下次你也可以考慮看看 比較有個性的字 因為這個也是變圖片嘛 對不對也跟我們影像處理有關係 這樣您大概了解了 好那就給你玩看看喔 希望你也有 比較個性的時候對不對那個比 真的不一樣 比較少玩這種軟體 好